大家好,本期我们分享的是顶层设计出现严重错误,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巨大灾难。 唐天宝14年公元755年11月安史之乱爆发,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,不仅严重破坏国际民生,断送无数性命, 更成为中华历史的决定性拐点,辉煌灿烂的大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,九天旅河开宫殿,万国一关败免留,就此终结。 这场叛乱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? 众所周知,安史之乱是唐军叛将安禄山发动的,虽说安禄山是胡将,但唐朝大将中胡人很多, 远如太宗朝的阿努纳舍尔,弃心合力,尽如同期的高先知,格书汉,都是赤胆忠心,效命皇室的良将。 叛乱前,安禄山兼任平鲁、泛阳、河东三镇节度时,封决东平郡王, 圣唐异姓边将封王,仅有他和西平郡王格书汉两立,既然已经位及人臣,为什么他还不知足,要发起叛乱呢? 按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,安禄山,营州柳城狐野,本姓康,莫阿努德为席, 居突厥中,妻子于闸落山,卢所谓斗战神者,继而任即生, 又光照穷炉,也受禁名,望弃者言其详,泛阳节度使张仁愿遣搜炉杖,遇尽杀之,逆而免, 母以神所命,遂自闸落山,这段记载神秘诡异,自律行间都在暗示安禄山生而不凡, 是上天派来颠覆大唐盛世的刽子手,而成书更早的旧唐书安禄山传, 记载却平时的多,安禄山,营州柳城,杂种胡人也, 本无姓氏,名闸落山,穆阿努德氏,以突厥巫师,以补为业,突厥忽斗战为闸落山,遂以明之。 新唐书主编欧阳修一代大儒,本不该才性怪力乱神之说, 为什么他不顾一项倡导的行文简洁,非要额外记下这种暧昧的记录呢? 童书还有另一段记载,陆山寄天下可取,拟谋日志,美国朝堂龙尾道,南北疲你乃仍去。 说实在,这是以结果导向原因的揣测,因为某人后来犯罪,就推定他之前的所作所为,无不包藏祸心。 这种论调,似乎汉武帝时期的负匪罪重演,难道说世界上真存在天生反贼吗? 恐怕不是这样的,且不说就在三年前的天保十一年八月,安禄山还正常履行边疆职责,积极出兵,讨伐气丹。 单看天保十四年,安禄山绞称奉恩命以兵讨逆贼杨阳国中,一般认为这只是叛乱借口。 但之后奇怪的事情出现了,十二月,渡河至陈刘俊,禄山南庆旭见朱庆宗榜,气告禄山。 禄山在鱼中惊枯曰,无子何罪而杀之。 什么叫无子何罪,诸连反贼家属不是应有之意吗? 安禄山既然敢于叛乱,不可能没有心理准备,除非说他的本意真的就是讨阳国中,所以并不觉得自己是在造反。 如果说这是安禄山一时悲伤,急火攻心口不择言,并非真实想法地表示,叛君自泛阳起兵,一路南下势如破竹,渡河清取东都洛阳,就是蓄谋已久的表现。 但这与内地守军太烂有很大关系,不足以说明安禄山用兵如神。 事实上,叛君先定河北,带得东都后,在西晋取关中,这个部署只能算中庸。 孙子云凡战者,以正和,以齐胜。 叛君完全可以走另一条路线,出齐之胜。 安禄山兼领三镇,于天宝石在兼任河东镇节度时,虽然他只是摇领,并不直接掌管河东军,但可以行使统军权力调动军队换防,将敌气主力移到太原府,一朝发难,以清济言河东一道兼城西晋,三日内便可抵达关中门户普金度,以进击五倍之松懈,叛君突袭得手可能性极大。 如果普金度视线,关中既无险可守,叛君一个月内就能兵临长安城下。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,朝廷是来不及动员西北边军秦王的,早已迷烂的飞机锅迹,必定一触即溃,运气好的话,安禄山甚至可以将皇帝大臣一锅端,然后传习而定天下。 所幸这种危局没有发生,实际情况是,叛君一路向南平推,听任硕方镇边军东下河东出警警威胁自己侧后,可见他们从来没想过,去到普金出奇之胜。 安禄山久经沙场,叛君中也有不少人才,不至于都看不穿其中奥妙,更大的可能是,他们仓促其事,没来得及做全面计划想定。 退一万步说,即使叛君有勇无谋,不知出奇,安禄山的叛乱准备也不会早于天保十三载,十三载正月,也于华清宫,因替气严,陈波仁,不识字,陛下酌臣不刺,被阳国中遇得沙尘。 很多人认为安禄山当时准备不足,不敢发难,为争取时间故意冒险,进京迷惑皇帝,如果真是这样,他这么做非常冒险。 等于把自身安全完全寄托在皇帝的宠信上,须知,李隆基不是仁弱之主,早年杀伯母,杀姑母,逼父皇,中年废皇后,杀宠臣,反年杀儿子,足见心狠手辣。 即便安禄山自觉不至于有性命之忧,也不能排除皇帝将他留在朝廷任职的可能,那样叛乱准备充不充足,又有什么意义? 至少到天保十三年,安禄山对皇帝给予的权威还是满足的,并没有打算叛乱。 所谓禄山因有匿谋与泛阳北驻雄武城,外事欲扣内驻兵器,击鼓为保守之计,其实是正常职务行为。 不能以后来的叛乱证明之前,其所作所为必然另有所图。 安禄山根本没有许谋依旧,很可能只是出于胡人思维,对叛乱严重性估计不足,把起兵当作向皇帝讨说法,直到其子被杀,双方恩断义绝,才决心造反称帝。 从某种意义上说,安史之乱是杨国忠逼出来的,旧堂书杨国忠传记,使安禄山恩宠特身总卧兵饼,国忠知其跋扈,终不出其下,将图之,屡于上前言其薄逆之状。 国忠是门客简昂和盈求陆山殷氏为补其宅,得李超安代等,以激怒陆山兴其窑洞,又是陆山皇聚,遂举兵以诸国忠为名。 这是要把人整死的节奏啊,对安禄山来说,央国忠欺人太甚,是可忍孰不可忍,所以安禄山起兵很可能并非野心作祟,更大程度上是被逼无奈,铤而走险。 当然,不管他本意如何,既然与朝廷兵戎相见,就由不得他回头,只能一条道,走到黑了。 杨国忠不是忠军爱国之士,他的战略眼光也谈不上高明,上文陆山定反,乃兆宰相谋之。 杨国忠洋有得色,曰,今凡者,都陆山儿,将士皆不欲言,不过循日,乃传手一行在。 可见,其对安禄山实力没有理性认识,并非真看出他佣兵自重的危险,这是相互倾讶罢了。 既然是权贵倾讶,一般都是为了争夺权力。 但二人其实没什么过节。 杨国忠是朝廷首相,安禄山是边庭大将。 两人权力范围并无过多交集,不至于造成工作矛盾。 安禄山再跋扈,也是在他的辖区窝里横。 怎么敢再惊失,对他杨大相也不敬。 况且,安禄山是很能来事的家伙,他的节度是,一多半是靠后路往来者取得。 而且他还请为贵妃养儿,又与杨家贵妻称兄道弟,于情于礼都不会少了杨国忠一份重礼贿赂。 他杨大丞相有什么好不满意的? 有人以为杨国忠怕安禄山以边攻入朝为相,危及自己的地位,所以要着力打压。 但这是想当然而,杨国忠前任李林府对此早有所料,并做出应对。 林府顾位,至于杜初降入相之园,长奏曰,文氏为将,且当史实,不如用韩族拨人,拨人善战有勇,韩族既无党员。 安禄山不识文字,自然无法办理中书政务,在硬件上就达不到宰相标准。 退一步说,即使唐玄宗特别信众,非要任命他为宰相,文化短板也会让安禄山无法顺利开展工作。 从而被架空,无非是另一个独善其身,为懦而已,不敢措手裁决的牛仙客罢了。 说到底,只要杨贵妃宠爱不衰,杨国忠就权位无忧,安禄山根本威胁不到他什么,有什么必要非跟一个对自己没有威胁的人为难呢? 这很可能数级权数。 杨国忠惠林府族,遂代为右相,兼立部尚书,集贤殿大学士,太清太微公使,叛渡之,建南节度,山南西道采访,两经出纳,租拥筑钱等事,并如故。 凡岭四十余史,又专判渡之,力部三权,可谓权倾朝野,炙手可热。 如果他在结交边将第一人安禄山,那就集军政大权于一身,构成对皇权重大威胁,必然要遭致唐玄宗严厉打击。 杨国忠虽然长期兼领建南镇,但一来他并未实际就职,二来建南偏处异于,交通不便,且实力较弱,不至于构成严重危险。 所以,不管杨国忠对安禄山观感如何,为了长保权位,他一定不能对其亲善,必须让皇帝相信二人不睦可以形成制衡。 而这种表演做得久了,是会忘情过火的,杨国忠就是忘记了分寸,也可能是真没把安禄山放在眼里,一味把安某人往死里逼,终止不可收拾。 这也可以说明杨国忠与戈书汉为何在叛乱骤起时突然交恶,二人本来无冤无仇,在共同对付安禄山方面还很有共同预言,但是当戈书汉登坛败率,成为军方第一人时, 杨国忠就一定要跟他翻脸,并不时诬陷其谋反,因为不这么做,不能安理荣基猜忌之心。 这不是空穴来风,还有一件事可做旁证,安禄山有个便宜兄弟安思顺,先后任何西朔方节度使,此人多次举报安禄山必反,并因此在叛乱初期一度避免珠连。 实际上二安没有血缘关系,说不上有多深感情,而且安思顺属于西北边镇系统,二人几年难得见上一面,安禄山不会跟他商量大事,他也没什么渠道,得知兄弟阴司。 另外此人也谈不上多忠诚朝廷,天保八年,朝廷有意用高先知取代他,担任何西节度使,安思顺便讽群胡戈尔,总面请留,很有伟大不调的做派。 所以安思顺举报安禄山只是一个预防措施,让皇帝知道安家兄弟不和,一门二大将没什么了不起。 虽然同是胡将,安思顺这种将门二代还是更懂朝廷运作的弯弯绕,相比起来,安禄山反而有几分淳朴。 既然阳安不和,很可能是杨国中为了自我保护搞出来的事端,那么归根到底,安史之乱是唐玄宗为大权不置旁落,放纵众臣无序互斗,酿成的惨剧。 政治斗争古今有之,本来就不可避免,因为只有在权力相互牵制的情况下,政局才能保持动态平衡。 上位者默许,乃至唆使下属死磕,虽然动机不纯,但也不过是权术而已,只要掌握好平衡,也没有太大危害。 只是李隆基没有意识到,尽管阳国中、安禄山都未及人臣,但首相和边将的政治资源是不对称的。 安禄山再能奉赢,再肯行贿,毕竟远在千里之外,不可能及时应对阳国中层出不穷的损招。 只要皇帝不救双方是非下一个结论,他的不安全感就没法解除,而且将随着时间推移,愈演愈烈。 汉唐书《安禄山传》中有一条记载常被忽视,禄山以体肥长带疮,乃遭逆厚而眼见昏,至世不见物又助昏迹。 安禄山反叛不久,竟然很快失明,由刘相信之前就出现了一些争厚, 可想而见,一个盲人不可能继续担任边将,最好结果不过是霸去兵权,前居家中。 联想到一代权相李林府的深厚悲剧,林府族国中竟戴其任,国中素汉林府, 既得志,乌奏林府与波将阿布斯同构逆谋,由林府亲族间素不悦者为之政。 周多林府官爵,废为庶人,秀恶珠子,并折于领表,杨国中之狠毒,皇帝之伯良,由不得安禄山不恐惧。 唐选宗把政治平衡当作了霍西尼,没有事实控制内外权争烈度,这一点难辞其咎。 其实李隆基这个错误还不算致命,真正问题在于唐朝的节度使专制一方的顶层设计,正是顶层设计出现了错误,才导致了这场中国历史上的巨大灾难。 时至大唐天保年间,由北周隋朝一脉传承而来的府兵制,已经全面瓦解。 府兵制建立在军填制基础上,存在先天不足,中央政府必须掌握大量可供分配的五主荒地,才能有效运作。 唐朝为了举关中之众以林四方,对关中以外的府兵建设非常粗放,造成关东广大区域军府数量不及半数, 而关中地区长期成为统治核心区,又在历次改朝换代中未遭受重大破坏,人口滋长,权贵扎堆,土地分配极其紧张。 作为府兵的自工农得不到足够分地,当然也就难以承担自备粮末军械的兵役征集,于是纷纷逃亡,乃至时当藩卫士,尽以贫弱,逃亡略尽。 但是大唐边防压力并未减轻,反而有愈演愈烈趋势,为了防御吐蕃、突厥、突几尸、契丹等胡族各不侵袭,朝廷不得不以中方阵, 尽管唐玄宗多次裁军,但边阵大军还是扩阵到四十九万之重,而京师郭继满打满算不过十二万,内清外众大势终于不可逆转。 显而易见,九经沙场的边阵精兵,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,都对于文田武系的内地素位构成了压倒性优势。 边阵武将迟早会发现,皇帝亲军滋若不堪一击,远不如来取如风的游牧胡迹,对内攻略比对外征伐有更高的性价比。 所谓身怀戾气,杀心自弃,既然我知道你打不过我,那么我有什么必要对你唯命是从呢? 反正割据之烂伤,早在圣唐初年就已埋下伏笔,即便没有安禄山,不发生暗事之乱,也会有其他边将来完成这个冷酷的历史使命。 阻挡他们脚步的只是对朝廷习惯性服从,只要跨过这一步,心理障碍也就不复存在了。 且不说平乱之后,原叛军降降,依旧格局一方,动辄对朝廷举兵相向。 即使是曾经的平叛功臣,瀑布怀恩,李怀光,在心怀不愤时,同样能将矛头指向皇帝。 甚至连力吻狂澜被视为大唐注视的李光碧,当他感到不受朝廷信任时,也曾欲收江怀租赴,以自己。 这就是人心驱立避害所致,无关人品道德。 西北边镇不见得比东北同胞更忠心,在朝廷这个顶层设计下,就算没有安禄山,也会有牛禄山,李禄山,张禄山。 只是上帝制下骰子,李时选择了安禄山。